机翼盘旋 直升机很快又从精灵飞回了航程 直接降落在了四季酒店顶层的停机坪上 坐电梯直接到了宴会楼层 在宴会厅的两个工作间里 工作人员早就已经准备就绪 江车跟萧小鱼一回来 立马就有专人开始给他们做头发 化妆 换衣服 帮萧小鱼换嫁衣的是吕寒 她的准备工作做得到位到惊人的程度 萧小鱼这边的工作间 她一进屋就开始进行检查 外面还安排了保镖 关于安全的各种方面 在她的安排下 完完全全可以说是万无一失 不仅仅是单个房间 整个四季酒店今天的安保工作 都可以说是密不透风 为了避免意外 整个四季酒店周遭每隔30米 就有一个人员进行巡查 四季酒店的大门口 还放置了最新研发的安检设备 虽然说现在越来越安全 很难说会有人在这种场合 试图做些什么 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万无一失并不是吕寒心里的尺度 她想要做到的 是千万亿万 也要绝无一失 时间临近中午 才一个上午的时间 但从一大早到现在 好像已经过了很久很久 在江彻跟萧小鱼返程的时候 直播间的镜头就已经切换回到了航程 来到了这座殿堂般的宴会厅 看到宴会厅之后 直播间里的观众们也都是一乐 纷纷傻眼 我翘利了 这是什么婚礼布置 At海纳百川 老公 咱们结婚的时候也这么布置好不好 下画线 老子是有点钱 但也目前多到一场婚礼花 这么多的程度 单单这个婚礼布置 起码得花出老子一半的资产去 还有 老子是二婚 你整这么张扬 让人看笑话懂不懂 省下这点钱干点什么不好 你不是想龙兄吗 你不是想买车吗 你不是想买包吗 你不是想做缩紧手术吗 At海纳百川 老公你都答应了 买车不行 另外两个答应了 哎呀 你讨厌 楼上哥们给我看愣了 这算盘打得好啊 确实 答应的两件事情 全都是这娘们遭完罪 她自己更受益的 这些都是真花假花啊 我在现场 是真花 虽说想也不用想 江总怎么可能用假花 但是哥们 你在现场 我是真不信 除非你来 镜头前打个招呼 直播间里热闹非凡 谈目的内容 都已经密密麻麻的 快要完全盖住画面内容了 时间已经临近中午 而此时 江车的直播间里 在线人数 甚至快要逼近上千万 早在两个小时前 江车就已经刷新了 直播间同时 在线观众的记录 照这摩下去 怕是还会把这个记录 推上一个遥不可及的高度 真好 靠近舞台的一张桌子前 陈韵 白西云 凯西 相邻而坐 看着这场地 毋庸置疑 想都不用想的 这一定是一场 空前绝后的盛大婚礼 每个人的眼里 都有别样的光滑 心里在想些什么 各有不同 但或许又相差无几 啪 宴会厅的灯光 突然昏暗了下来 全场宾客 纷纷左顾右盼 寻觅发生了什么 这时 一道充满了 鼓韵的声音响起 及时已到 请新郎观 明晃晃地探照灯光 落在了舞台的正中央 刚刚在黑暗中 江车已经走到了这个位置 此时此刻 他一身黑红相间的 红色长袍 妖挂金玉带 投树紫金冠 在灯光的照耀下 整个人都熠熠生辉 好一副翩翩着世家公子的模样 现场一片哗然 紧接着又是一阵 噼里啪啦的掌声 这掌声 是某位看到江车 差点流口水的女孩 率先开始的 引起全场鼓掌 他都浑然没有察觉 瞪大着双眼 哈喇子都快要掉出来了 这副模样的显然不止他自己一个 我滴妈呀 太帅了吧 可恶啊 为什么我要跟江车是亲戚 这下好了 让我一丁点机会也没有 你这丫头 说什么魂话呢 咱们如果不是亲戚 你以为你能坐在这吃鞋 现在你只能在被窝里看直播呢 说的也是 这下更难受了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殷勤缘缺 此事古难全啊 爸 你说我去给江总当 小三怎么样 祖宗 你可千万别做死啊 这怎么就做死了 咱们公司才攀上了 限于的一点点业务 规模就在这摩短时间里翻了 这摩多倍 如果我能攀上江总 那咱们还不当场上市 正好我也能 嘿嘿嘿 你嘿嘿你妈呢 如果说你 真有这两下子 那摩老子双手赞成 可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能比得上人家江夫人一根手指头 到时候 惹了江总厌烦 偷鸡不成十把米 咱们全家跟着你玩玩 赶快把你这脑残心思 给我收了 我儿子随我 真是太帅了 陈飞荣拿着手机 酷酷拍照 应该 也有我一半 嘿嘿 有我一成原因吧 江丽云想要为自己争辩一下 被看了一眼 一半立马变成了一成 这时 直播间的观众数量 最前面那个数字 已经又上涨了一点 距离千万观众 已经近在咫尺 谭目密密麻麻 已经全然看不清楚后面的场景 让大多数人只能把谭目关掉 专心欣赏婚礼的内容 而此刻 这场婚礼 也已经要正式进入高潮部分 请新娘 江车的出场 已经足够震撼 可当声音再度响起 那上厚重的大门被拉开 萧小鱼的身影 出现在眼前之后 全场更加一片哗然 门外光芒透亮 那是璀璨的朝阳日光 在打开门的瞬间 光芒照进了昏暗的宴会厅内 萧小鱼一袭红装 奋冠霞佩 站在光芒之中 宛若九天玄女 绝美非凡 大门关门 光芒被隔绝在外 一道探照灯光落下 打在了萧小鱼的身上 所有人都看清楚了 此刻萧小鱼的全貌 江车身后的大屏幕上 也给着这一幕特写 煞时间 几乎所有人都瞪大了双眼 不由惊叹 红色嫁衣鲜艳无比 上方金丝纹绣 精美滑贵 树妖将盈盈一握的腰肢 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完美的身材 跟定制精美的嫁衣相互映衬 而那张本就 绝美非常的脸庞 在鲜红色映衬下 更加平添了极许艳丽跟妩媚 平时不失粉黛的俏脸 此刻带着精致的妆容 美眸如水 阴唇也涂成了跟平日 大相径庭的大红颜色 可却毫无半点突兀 反倒更加美艳绝伦 纯金打造的凤冠金钗 更多了无数雍容华贵 容颜绝世 倾国倾城 用这般词汇来形容 此刻的肖小鱼 也丝毫不畏过 江澈摇摇望着 已经为自己披上红装的心爱女孩 目不转睛 眼神跟脚步都异常坚定地踏着红毯 朝着她走去 而站在红毯对侧镜头的肖小鱼 也目光坚定地看着江澈 注视着 等待着心爱的男孩走上前来 将自己的手牵起 这一段红毯很长 常到两个人看着彼此 脑海中都走马光花地 出现了许多许多的回忆 只不过 不同的是 肖小鱼的脑海里 是从那天在教室里看到江澈开始的 而江澈 是前世从银行里走出来 那个急兽却依旧能看出漂亮的女孩 用清澈无比的一双大眼睛 望着她那一幕开始 这个开始 是难过到刻骨铭心的一段故事 直到这一世 两个人在教室相互对视的那一眼 这又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这个开始 故事还没有完结 还正在继续 但将彻笃定 这段重新开始的崭新故事 一定会有一个最完美的结局 就像此刻 一身红色长袍的她 走到了身披嫁衣的心爱姑娘面前 二人彼此相视着 周边一切仿佛 都化作了一片红色的虚无 看着彼此的眼神 这一刻 他们的脑海里 仿佛闪过了一整个世纪 一整个人生 携手而行 结婚生子 白头偕老 江彻对着肖小鱼伸出了手 肖小鱼的小手 自然而然地跟江彻牵在了一起 这一刻 无需任何言语 牵着肖小鱼的手 朝着红毯前方走着 宴会厅里 响起了阵阵喜庆 而不失庄重的音乐声 同时响起了一道 无比沉稳 富有雌性的男声 山有福苏 喜有和华 萧家有女 钟灵玉秀 君子好岁 经良辰吉日 做白首之约 这段聘书 是江彻亲手写下的 长达三百字 声音也是她自己提前录制的 从写到读 自自恳切 话音响起的同时 新典般的璀璨灯光展开 红色的花瓣雨飘然落 宛若天幕 整个大厅 宛若天幕垂落 妈了 我妈了 我也妈了 这简直太 太牛皮了 幸好老板不请给我嫁 我把他给吵了 否则错过这个现场 我得后悔一辈子 大部分人都在拿着手机拍照 在这声音响起的瞬间 所有人都感到了一股强烈的苏玛感 鸡皮疙瘩都涌了起来 宴会席内 陈运 白西云 凯西 古威 苏荣英 这些曾经仕途 或者有机会跟江彻走到一起的人 全都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一切 注视着江彻牵着萧小鱼的手 风神俊逸 和美艳绝伦的二人 坚定不移地 朝着红毯的镜头走去 红毯的镜头 光芒亮起 在黑暗中 工作人员已经用最快的速度 把喜堂布置了出来 三根清香鸟鸟 两根龙凤红烛 火光熠熠 很快 江彻牵着萧小鱼的手 走到了喜堂前 这时 白高峰起身 走上了台 他穿得非常正式 隔壁的牛春海同样也是 这时两个人都想给江彻证婚 后来商量了一番 决定一个为二人主持证婚环节 一个宣读证婚礼词 同时 陈飞荣 江丽云 和周莲 也都坐到了喜堂一旁的两把椅子上 白高峰清了清嗓子 把话筒放在了嘴边 一败天地 败天造一双家傲 谢帝皆金玉良缘 愿姻缘美满 家话永传 江彻和萧小鱼 双手手指交叉平叠 对着烛火相按 弯腰接连三次鞠躬 二败高堂 谁有缘 树有根 儿女不忘父母恩 今朝结婚成家业 感谢父母敬双亲 白高峰本来是拒绝的 她是想宣读证婚制词 做证婚人的 现在跑来这儿唱词 总有种古代太监的感觉 但此时此刻 看着两个孩子相亲相爱 幸福美满的样子 她心里的那点郁闷 跟对牛春海的问候 也都消散了得一干二净 父母敬茶 江彻对周莲 喊出了一声妈 周莲身边的空座位 是萧小鱼 已顾父亲的位置 江彻在刚刚的时候 已经在墓碑前 喊出了那声罢 所以现在 一切也算是圆满 而陈飞荣也总算是 圆了自己的梦 听到萧小鱼 甜甜地喊了那声妈 她心都要化了 拉着长烟的A下 接过敬茶 是一口闷了个干干净净 最后 是夫妻对白 二人相试着 深情难表 相互作医 在白高峰 喊出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牛春海已经上台 二人夫妻对拜的同时 他开始宣读正婚致词 海市山盟皆浅犬 相亲相敬乐绵绵 三生时尚助良缘 恩爱夫妻采线千 这又是绝美到 放在电影里 都拍不出来的一幕 看的人全部都头皮发麻 太美了 真的太美了 前面宣读着正婚致词 后面夫妻对拜 太有感觉了 我全身发麻 妈了呀 不过这个正婚的 还有后面那个 这俩老头 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 可能是某些长辈 卧槽 这不是我们学校的校长 跟公馆学院院长吗 你们学校 你们哪个学校 这大呀 啊 这位是这大校长 这大校长的级别 那可是丝毫不逊色 于一个封疆大吏的 但震惊过后 转念想想 好像又没有太值得 让人意外的 毕竟 这可是江车的婚礼 江车跟萧小鱼 相对作依后起身 接着 江车拉起了萧小鱼的手 二人并肩而立 一直到证婚制词宣读结束 灯光骤然变暗 最后方的大屏幕上 出现了江车和萧小鱼 提前录制好的 感谢所有来宾 亲朋好友的视频 听着江车和萧小鱼接连的感谢 满堂都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婚礼已经算是完成了 而在结束 开席之前 还有最后一个环节 路易斯 詹姆斯跟他的团队 特意将超广角摄影机 从国外带了过来 其实国内也有 江车当初 为了陈青跟周天 也用过一次 但路易斯的团队告诉江车 他这台摄影机 好莱坞都要借着用 只一想要带过来 对此 江车当然没有 什么好反对的 上来上来 快 江车跟萧小鱼 站在中间位置 两个人身体侧对着彼此 脸都看着摄影机的方向 一身红色旗袍的陈飞容 拉着身着褐色西装的 江丽云上台来 站在了江车这边一侧 又邀和周莲 月桂英 和其他人都一起上来 很快 该上来的 都上来站好了 周莲 月桂英站在萧小鱼的身后 紧接着是伴娘伴郎 江车那一侧 陈飞容和江丽云 紧紧地站在后面 再然后是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 舅舅舅妈 姑姑姑父 挺着肚子的陈青 和揽着陈青妖枝的周天 江车这边的亲友团人数 实在有点多 即便是伴郎伴娘 都加了过去 也还是显得萧小鱼那边人数 有点不匀称 看着这一点 台下的陈韵咬着嘴唇 似是在挣扎 而这时 凯西直接站了起来 一溜烟小跑着上了台 还对着陈韵和白西云的方向 招了招手 陈韵哪里还能坐得住 直接站了起来 同样也在纠结的白西云 也跟陈韵一起上了台 带着白瑶小丫头 一起走了上去 而伴随着他们走上来的 还有一个人 苏荣英 她本来是不敢的 她不知道 自己算个什么身份 现在出现在这里 就已经很说不过去了 还要上台去合影 可萧小鱼侧过脸来 刚好就冲着她 做的这张席面的方向 那张戴上妆容之后 堪称霍国殃民的脸 让她多有几分自残行贿 而不知道是不是 看出了苏荣英的想法 萧小鱼鸣嘴轻笑着 对她点了点头 接着 萧小鱼又把目光转向了别处 苏荣英又跳往了台上许久 还是深吸了一口气 走了上去 站在了带着孩子的白西云身侧 也就是最外侧的地方 白西云侧目看向她 二人对视 相互点了点头 所有人站好之后 路易斯的随行翻译 拿着话筒 招呼大家都看这边 接着她趴在相机前 快门连续按下 这一刻 整个大厅的全貌 每个角落里的所有宾客 全部都被定格在了相机里 镜头当中 每个人都带着笑容 最中间位置 红装长袍的江彻和萧小鱼 彼此相拥着 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至此 这场堪称世纪婚礼的大婚仪式 圆满里程 接下来的环节 就是 上菜 宴会厅的灯光大开 几十辆餐车 推进宴会厅 不计其数的服务员 开始给各桌上菜 上菜了 搂席搂席 开始搂席 有点好奇啊 江彻的婚宴 洗面会是什么样的 呜呼呼 我想 已经可以出见端倪了 你们快看那是什么 试固 试固